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精灵宝可梦够这个游戏 是 有意你们发现很多人都在问 就同样的问题 什么时候来新加坡 你是说我吗 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包括你在那 是 因为这款手机游戏 它是一个月前第一次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及在美国发布的 那么紧接着就陆陆续续 在43个国家都可以玩得到了 对 这个精灵宝可梦够这个游戏 推出之后就爆红 伴随着商机也可以说是源源不绝 那么在美国就有企业要赞助玩家 都国外去捕捉所有的精灵 那目前为止 这个精灵宝可梦够 他还没有登陆新加坡 所以当然本地的玩家都在等待了 这款游戏到底具备什么样的魅力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英安理工学院 资讯通讯科技学院讲师 陈德仁 陈老师来到现场 跟我们进一步解释 陈老师好 你好 你好 谢谢 陈老师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游戏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进行波格梦 在96年开始 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卡通 在卡通 在这20多年内 不只卡通 游戏 有一个餐厅 餐厅 最近在Boogie是一个餐厅 在2003还是204 有一架飞机 这边把一架飞机 旋转成 变成一个Pokemon的飞机 所以有数百万的这个 Fans 为什么Pokemon GO 这个游戏这么热 因为是 是我们的童年 我们这个 是20多岁 30多岁 我们在小时候 我们在玩 到现在我们可以 在现实上玩这个游戏 这个是我们的童年 但是把这些卡通 转变成游戏 这也不是第一次 以前Smurf也有 Transformers也有它的游戏 这个红 它的成功在于哪里 因为 就是讲说 是跟我们的童年 我们小时候 我们就看了 我们看它的主角 Ash 我们在看卡通 我们玩那个游戏 我们可以 它用那个Pokemon 可以去抓那些精灵 现在我们在现实上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电话 下载这个Apps 不用钱 不用付钱了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园 在我们的 我们可以去吃水吃 去我们的 Marina Gardens by the Bay 玩这个游戏 为什么不 如此说来 你们这个年纪 不止Pokemon 还有Hello Kitty 还有好多 全部都变成 也可以吧 也可以 只要有一个人 只要有一些 公司去研发 会做 有那个兴趣 我估计不少公司 大概 因为这是一个 很好的赚钱渠道 已经在研究了 大概 对 那任天堂现在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大翻身 请问在科技方面 它现在所占的 这个优势是什么 为什么现在 如此的成功 因为现在 它用的是 一个很普遍的 一个技术 在我们电话里 我们已经有 这个 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 也可以用Live View 所以 它用了 很普遍的GPS 还有 Anal Mental Reality AR 所以就可以 用这些 很普遍的东西 而造成一个游戏 什么人都可以玩 只要你一个手机 你有你的 下载这个APP 就可以玩了 那刚才讲到 AR讲到什么 我想对观众来说 能不能请陈老师 具体一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 打开这个游戏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OK AR这个概念 不是一个 新技术 是一个 在70年代 80年代已经有了 如果你看一个足球赛 一个足球场 一个是青色的 对吗 我们的草波是青色的 可是为什么 在那个草波 有一些广告 这个就是一个 例子 它把那个 那个广告放在那边 在替足球的人 是看不到这个广告的 可是你在电视机 它还是看得到 看得到 所以 Pokemon Go 就是用这个AR 这个技术 我用我的镜头 我只要走去公园 我看到这个精灵 那个精灵 是显示在你手机上 手机上 你看那个树 没有东西 你看那个石头 是没有东西的 你在手机上 你这样走 看到了 就是同样有树 可是树上面有一个精灵 对了 哦 是这个意思 那么然后呢 然后呢 你看到这个 你就看到这个精灵 我就说我要去抓 我就按我的Pokeball 好 我就摔倒 所以看我的力度 看我的力度 还有我的方向 如果我的力度跟方向对的话 我就可以抓到这个精灵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跟那两个同事站在一起 可能你抓到我抓不到 你会看到 如果我们站在一起的话 对 你看到你的精灵 我看到我的精灵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我们不见得需要两个人 去抢同一只精灵 也会出现抢同一只吗 不会 哦 是这样子的 那我怎么跟人比赛 这样不是没竞争心 怎么叫交朋友呢 交朋友 比赛的方式就是 我跟你一起斗 如果 你有一个精灵 你有一个精灵 对吗 对 我们可以在一个 一个destinator 一个地方 一个gym 是 他们叫pokegym 我们pokemongym 我们可以在那边就斗 精灵跟精灵斗 请问 这是说我的人 真的要去到 例如我们讲好 在一个公园 这个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的gym 对 我跟这个人要碰面 我们在公园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拿出手机来 然后我们的pokemon 进行大对决 对 哦 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 节目一开始一直在讲 新大波到现在还没有登录 对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 会在哪里 或者说 它是有可能会登录的 我相信应该是 一定会登录在新加坡 是在看喜事 今天早上我在看新闻 网络的新闻 现在最 Niantic 它的公司 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它很多人在玩 是 然后它的 后面的那些server 有可能 跟不上 跟不上 应付不了 因为太多人在玩了 对 所以 我认为这个是它的 技术问题 是一个技术问题 对 那么反过来 全球到现在 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出现 很多负面的报导 这种负面报导会对登录新加坡 产生影响吗 负面的报导 OK 现在在网络上 你看很多在美国 有一些 他们有些负面的报导说 有一些人 他们玩Pokemon Go 他们走去 这个 消防局前面的门 而顶住 全部在等那个精灵 消防车出不来 出不来 对 有一些就 走走走 就去找那个精灵 在火车站 地铁站那边 很危险 很危险 对 我相信这个只是 虽然是有这些问题 但是可以 可以overcome的 但是这些因为是 个人自己必须要关注 自身安全的层面 是个人的安全 因为现在政府也表示说 在做进步的观察 您觉得说政府在观察的重点 大概包括哪一些 重点 包括 OK 因为像我们新加坡 是一个蛮安全的地方 所以到现在 这个Pokemon 这个公司没有讲说 它的这个精灵会在哪里出现 是 所以可以在公园 可以在 可以在 蓄水池 我们也不懂 在外国 他们是 他们有一个方程 他们的程序是说 可以在 他们一些 比较 经典的地方 OK 所以在 像美国 他们放在他们的那个 那个 宝宝的地方 所以 让大家去 对 现在新加坡 他们还没有 没有讲说 它被放在哪里 那可不可以要求说 例如这里 可能是政府 机关重地 那要求说 这一区不可以 对 你可以 这个公司有讲说 如果你觉得 这个地方 不应该有这个精灵 你可以写进去 他们会把它拉出来 它这个精灵放置的位置 就是游戏设计者放的 是人为放的 是吗 OK 还是随机的 到现在 他们还没有讲说 不公布 还没有公布 给你有一种神秘感 对 网络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说 他们在这个公司 已经在某些 经典的地方 已经放了 另外一个 有一些人 的想法是说 是根据你 走了多远 他们讲说 如果你越走 你走的 distance比较多 你越走越远 就出现的可能性越高 出现的可能性越高 那是奖励性 对 你的那个精灵的 那个 比较 精灵比较 罕见的 是 最后一分钟 我想问个最重要的问题 您个人预测未来 这股热潮会越演越烈 还是相关的游戏 越来越多 还是慢慢人家退烧 我相信 应该是越来越多 人会玩 因为这个游戏很简单 你只要有手机 你下载那个app 什么人都可以玩 小孩子 中年人 大人 爸爸 爸爸 妈妈 我看 所以如果 你在周末 你带你的孩子去公园 去玩这个Pokemon Go 是一个 很简单的 一个家庭 运动活动 而且将来可能 类似的游戏 也会真相出现 对 这可能一定成功 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的确 非常谢谢 邱大师的分享 谢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 这个相关的话题 有个人的看法 欢迎到我们 施承网 施承有个人 对面不欢迎留言 好 我们稍后休息 待会儿带来下一段内容 不要走开 稍后见 稍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